有一個人信了主,但裡面有害怕 其實很多人都有害怕 我想問這裡有幾個人會自己害怕 在裡面有種懼怕、擔心 自己走出來? 很多人都有 為什麼會害怕? 其實有時害怕是由憂慮 憂慮其實很多人都有 擔心 擔心有些事情就擔心 擔心就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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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信耶穌 很多人都投腦信 真信耶穌一定是心靈信 但心靈信有時是信了他的心靈的百分之一 心靈受影響 而他的心靈受什麼影響? 世界很艱難 人不好 錢 很多人的思想裡面 耶穌掌管的是小部分 大部分是困難、痛苦、不開心、被人激氣 在這些狀況之下 於是他的人就處理不到 所以一個人信耶穌 不只是說他信耶穌 OK 我們可以放工 放手 不用管 其實不是的 是必然需要長時間去幫助他 當然最好就是這個人自己肯起步 他自己肯處理 他聽了聖經 他立刻去處理 這樣的時候他就會逐步處理 有些人是需要輔導的 尤其是有些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情緒病這件事是困難的 當一個人未入情緒病是容易很多的 當然小朋友也有情緒病 但是如果他本身是比較簡單的 他家裡不是給他很大的壓力 或者他到處不大壓力的時候 他信教耶穌 由耶穌很開心 讚美神很開心 你很快可以幫他的人 整個人跟從耶穌 覺得很好 有些人就算他幫小朋友 都不懂得幫 就直接教他 唱歌啦 讚美神啦 聽耶穌話 他就覺得 聽耶穌話要做工 看聖經要做工 就是好像工作一樣 唱歌很開心 這是要享受的 對耶穌不是全然覺得是正面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強調 就是在活在神的愛中 那種的祈禱 讓神的安慰來我身上 讓神的祝福恩典來我身上 這一種是享受的 因為我們需要被愛由才改變 譬如你說 我又要祈禱了 神啊我又要祈禱了 你幫我吧 這種的心態就沒有什麼力量 但如果耶穌真好 我又可以來到 還有當我們祈禱 有些人就會經歷到神的平安 經歷到神的平安 經歷到神的平安 所以喜歡祈禱 就不會覺得是一種壓力 就會喜歡親近神 那他就容易得力 因為他會容易長時間祈禱 但很多人不是的 唱師讚美喜歡 聽歌喜歡 不過看聖經不喜歡 聽道不喜歡 長時間祈禱不喜歡 有些深度影響生命的 他不喜歡 變成他得不到 耶穌全面性的處理生命 這個可以說是 很多人在信耶穌之後 他沒有處理 不懂得如何進入神的同在 於是他得不到全面性的幫助 而且他很多事情不懂得處理 而這就是我講到 進入情緒 有些人一入了憂鬱 一入了負面思想 是很難出來的 我以前的情況 因為被人罵得多 被人負面說得多 被人講談話 就變成了一種壓力 我還未去到 算是憂鬱 但呢 是一種自己會走出來的 害怕 或者是一種壓力感 我們中間也有些人是這樣 但未算是憂鬱 憂鬱的人會想死 覺得很絕望 做人不好意思 我就沒有這種感覺 但裡面有一種好像 壓力的感覺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種 壓力的感覺 當他入了這種感覺 其實都難出來的 他一定要處理 壓力的感覺 如果入了長期的壓力感覺 都會很辛苦 如果他再進入一種憂鬱的狀態 就是一 我也是沒什麼用的了 做人難了 事奉也是難的 祈禱也是難的 任何都難的時候 他就覺得 一入了這種情況 和變成一種習慣性 起床就憂鬱 起床就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 他就真的需要輔導 和需要聖靈充滿的處理 幫助我們 我們當中 我們怎樣去處理 就是一個方法 怎樣呢 第一就是 很深信神很愛我們 這是第一 神真的很疼我們 就是我們有時候 我們拿神的愛很少 其實神愛很大 天來地 為何高他的慈愛 很敬畏他的人 也很大 是很大 但我們拿得少少 經常都覺得 我不夠乖 我也犯了很多罪 所以神不喜歡我 這種意念很強 我們第一就是深信 就算我不乖 但是神就是愛我們 好像浪子 是不乖的 但是他父母一樣 那麼愛他 天父都是這樣 很疼我們 很喜歡我們的 那就是深信神在愛我 深信神的愛就是宣告 耶穌在愛我的 讓自己深深相信 然後開始享受神了 享受神的祈禱 就是講多些神對我做的 耶穌在愛我的 耶穌陪著我的 耶穌在前流環境我 安心我身上 耶穌祝福我的 就是你自己去做 我自己經常都這樣 自己做的 耶穌在愛我的 哈利路人 很有福的 那你慢慢就會進入 越來越輕鬆的狀態 就越來越鬆的 如果有憂鬱的人 從早到晚 盡量多時間這樣做 你那天就變成少憂鬱 那日又這樣做 又越來越少 少憂鬱 那你慢慢就會脫離了 這個惡性循環 但如果沒有處理的時候 那個惡性循環 就會一直持續 這個是其實我們 個個都需要處理的 你試一下 每天都在做工 很辛苦也好 耶穌在愛我的 哈利路人 不像阿嬌精神 耶穌在愛的 還有困難 神一定會幫我 這個信念 因為聖經是說了 只要凡事實在 祷告祈求 感謝你所需要 告訴神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 來保守我們的心懷依念 我們將所有事 交索耶華 必成全 聖經是說了 要專心養賴耶華 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一切的事都認定 祂一定是因為我們的路 聖經是說了 祂一定會凡事幫我們 凡事都相信神幫你 你就說不要緊 譬如說 你的家人 祂令到你不開心 可能你的心不開心 就會自己也無力 但是你說 神一定會幫到祂 我自己來說 我只是親吟神有力量 我有力量有平安起落 我都可以影響祂 但如果我沒有力量 我無法影響祂 但如果我沒有力量 如果他本日 就不去祈禱 或者是不去親吟神 指慧靠我們去做這個 每一個人的得福 是一定要他自己 信求耶穌 我們的祈禱 代討是會幫祂 但是 如果一個人 有很多例子 是有人是這樣 幾十年都不信耶穌 他家人為祈禱 最後一天 神真的感動他 信耶穌 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 始終 也有很多人為祈禱 他又始終沒有信耶穌 神會動功 透過我們代討 神會動功 但始終都是這個人 有一天 他都要信和親近神 他始終不肯親近神的仇 他就得不到神的福 因為唯有他信靠耶穌 他本人 不能有別人 為他代討取代 他信耶穌 但是我們就不要灰心 還有 求神給我們的愛心 忍耐 讓他感受到愛心的社會 求助幫助 多代道的確是有能力的 但總是 需要他最後一步 是他自己真的要信 並且信了之後 他要跟從 所以有些人說 曾經一次的信主 是否他以後一定得救呢 其實聖經 不是這樣說的 是可以失去救恩 以及也可以失去神的恩怨 答案